輕軌緩緩近站 周邊住宅大樓林立 近兩年全台房價漲不停 不過在新慶安貸款支撐下 帶動區域買氣 尤其這裡最為熱絡 預算考量 就等於說台北市 一千多萬台北市挑 都比較舊房子 擁有合景低排的淡水 捷運紅線淡海輕軌兩大優勢 再加上淡江大橋淡北道路 即將陸續完工 往返北市市中心便利 價格親民 吸引眾多手購族搶劍 成為雙北中唯一上榜的區域 其次桃園市中立桃園區 也榜上有名 全都不到三字頭 甚至在桃園養眉區 最低更只要一字頭 就能入手 價格誘人 難怪買氣超夯 淡水來說的話 確實如果說 我們現在看到一些中古屋 它還有所謂的單價二字頭 那這樣子衡量下來 它其實還是可以換到一些 不錯的這個居住空間跟性價比 那當然如果說 我們看到新案可能都已經來到三字頭了 買房熱度 從家戶購物比也能秀出端倪 以全台熱度來看 不只家庭買房明顯比去年增加 其中又以桃園台中最多 而台南也因為台積電話題 帶動下水漲船高 區域其實有很多的個案陸續交屋 那二方面來說的話 因為現階段區域的新建案蠻多的 然後陸陸續續區域還會有一些發展的話題 購物人的意願度上面也相對會比較強一些 代表北台灣新建案概況的助展風向球也能發現 進行成交總數增加 溢架空間縮小的趨勢 更從房市平穩翼翼的綠燈 轉為熱弱的紅黃燈 搶防風暴 儼然悄悄成形 先訊問彭之華 劉鳳梓 特別報導